古乐队、仪仗队、民俗表演队 6月8日下午 一支长长的采接队伍 在妈祖故里福建梅州岛上巡游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30余家台湾姑庙代表 及台湾妈祖信众代表 近200人登上梅州岛敬香祈福 这也拉开了第11届海峡论坛 妈祖文化活动周系列活动 及纪念台湾渔船直航 梅州朝拜妈祖30周年活动的序幕 下午5点半 200余名台湾妈祖信众 在莆田文家码头 登上了前往梅州岛的轮渡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多次来过梅州妈祖祖庙 但仍难掩兴奋 经过20余分钟的航程 轮渡缓缓靠拨梅州码头 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藏 率全体董事监事美女会 旗袍队 电音三太子及多支民俗队 组成盛大的欢迎队伍来码头迎接 并举行盛大的采接活动 采接队伍浩浩荡荡 从梅州码头步行至祖庙天后宫 一路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随后在梅州妈祖祖庙天后宫内 举行了台湾妈祖神像安座仪式 联岸信众前程祭拜 更平淡啦 大家都一家人嘛 出去和平啊 台湾的话 马祖的信仰是非常普遍 从南到北都非常多 马祖的信徒 所以这次大家来 祖团一起来 大家信仰妈祖嘛 那就是两岸和平 那老百姓的生活 大家越来越好 1989年5月6日 由时任台湾伊朗南方澳 南天公主任委员林元吉 带领的20艘渔船 224名信众冲破重重阻力 首次执航梅州岛朝圣 记者要解到 接下来 纪念台湾渔船直航梅州朝拜妈祖30周年 还将举办 敬献妈祖大典 台湾渔船直航梅州朝拜妈祖30周年图片展 即纪念台湾渔船直航梅州朝拜妈祖30周年 肯唐会等系列活动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